大家好 又是Gobi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月份的五件最值得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新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我是Gobi 我的頻道是關於Natural Organic Beauty為主 亦關於Clean State Beauty的題材 我也是為註冊的香粉治療師 也是本地品牌Organic Craft的創辦人 我的品牌是受到一些芳療用的產品 包括香粉治療用到的香粉精油、按摩油 甚至是肌膚保養的護膚品 都可以在我店裡找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打開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我會把網址放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去看看 我們立即開始今天的五件最值得 第一件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這支精華 這支是來自一個韓國的品牌 它叫Costibaha 這支是紅果素加維他命B3的精華 它也小小的一支 不貴的一點都 這一支的成分表十分乾淨 主要成分就是紅果素和維他命B3 美白的成分 去到整支產品的第三和第四位 成分表十分之短 所以很乾淨 全部都是很安心的 唯獨試一用的時候 大家的量不要太多 因為我發覺它有少少傾向 少少黏的 但是效果是有的 它是白色透明的 然後我滴一滴在手上 你看到它也可以流下來 它不難推 很容易拆開 一塊臉用三滴就很足夠了 如果再好一點的話 大家可能用自己的Toner Spray 或者唇露去噴濕臉 之後再推 感覺會更清爽 它當下你推開了 可能會有少少techy 因為我覺得那個金油比例可能比較高 所以用的量千萬不用太多 大家重手的話 很容易覺得臉很黏 有少少傾向會比較悶 即焗一點 所以大家用這個量 真的很少很少就足夠了 我現在用完我護膚油之後的 Skin Care Step 我用它 我也是會再唇露噴濕一次 才按 這個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喜歡感覺輕盈一點 清爽一點 這個量不用多 塑了進去剛剛好 但是初時你可能會覺得 黏的感覺會比較厲害 但是那一會兒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看它 十分之不錯 第二件就是防曬 這個防曬我已經 拍了一個全評價給大家 我十分之喜歡用這一支 感覺呢 比起我之前 MAD HIPPY的質感 我覺得是再薄一點 而且那個量不用太多 因為它是很容易散開的 它除了沒有顏色之外 還有一個有顏色的 你看到它是很水質的 而且它是很輕盈的 很舒服的 你用之前是要搖勻的 因為它是這樣的 裡面有粒粒的模式 你用的時候 直接擠上面 然後推開它 它是很薄 很容易推 還有呢 塗完出來的感覺是 輕盈舒服 如果我量用得很多 大家可能會覺得 臉會有一點點亮的 我自己呢 我就會上碎粉的 特別如果是大家上礦物粉 又或者是外出會習慣 壓一壓碎粉的話 用這個防曬我覺得十分之好 它有一點點的提亮效果 因為它裡面用到的 那個防曬的成分 都是有20%的Sink Oxide 又可以做到這麼薄 之外 又有20%的Sink Oxide 都真的蠻好 最重要就是那個感覺 是很輕盈的 好像塗了一些很厚的 野上臉 只不過是那個亮的感覺 你可能有一點點需要定妝 對 很喜歡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看它 然後就是一個濕疹用的護膚膏 其實之前我不是推介過這一支的 就是Earth's Care的Ezema Lotion 裡面它放到這個 膠體燕脈Collodial Oat Milk 有2%的 這個是我夏天的時候用的 我塗完之後 馬上會不癢 我之前的五件 最值得分享過這一支 但是這個冬天 真的乾燥得太厲害了 我覺得那支也不夠 不夠滋潤了 我覺得已經開始有一點點 新癢的感覺 我就發現了這個 很好用的 Alphalon Organic的 Ezema Relief Body Cream 它裡面就落到1.5%的 Collodial Oat Milk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Collodial Oat Milk 是有很好的舒緩效果 而且有很好的鎮症效果 真的很適合大家如果有濕疹 特別是針對乾裂的皮膚 這個十分之好 通常有濕疹的皮膚 通常都是太乾 令到它會很痕癢 你去拋兩拋就馬上損 大家真的可以買一適 回家 看門口 有個位置可以留意 它會有一個標誌 這個是Azema Association 發給一些合格的品牌 用在它們的產品上 即是說 這個產品已經得過 這個Association的認可 有效針對濕疹皮膚 或者一些比較乾燥的皮膚狀態 就是這樣使用的 這個是沒有GMO的 它也拿了NSF的Certificate 即是90%多是自然的 這個是十分之好的 成份表也是十分之好 我覺得這個 跟這個的分別 兩支都是可以止痕的 但是這個做到一個比較長效的效果 因為它的模式都不一樣 大家如果聽我介紹過之前Earth's Care那款 它是很薄的 一點都不會黏黏的 這個是厚很多的 有個厚度之餘 它又不會很黏黏的 是很好的 這個 有一個剛剛好的滋潤度 這個是十分之好的 在那個濕度 跌到大概50% 差不多是真的要這些厚的 才可以頂得住 即是我 我這些 我新的皮膚其實都很難搞的 我有幾個地方都有濕疹 所以 真的要這個頂住 否則 行到瘋子 晚上會睡覺上褲 如果大家也有 跟我差不多的濕疹煩惱的話 真的很值得買這個 開門口 之後就是一個洗手間推介給大家 這個洗手間是一些可以重用的原理 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 大家可能在我之前的開箱 都看到我在I-Earth訂過 一個KIT來的 一支洗手間 它來的時候 連一個會泵泡泡的瓶 它就是來自Dash Essence 它的這個 Foaming Hand Wash 它那時候來的時候 是一個KIT 有一個瓶 然後裡面其實已經 預先裝了兩顆 這些 Concentrate Pot 即是裡面的 鹼液的一些濃縮精華 就是這裡 我手上這一包 其實一包是有六顆的 這樣吧 每次就拿兩顆 這些 洗手鹼的Concentrate 然後就連著外殼 你不用走去弄穿它 直接把它丟進這個瓶裡 然後把水 沾到這個 Label的剛剛好的位置 它後面這裡也有說 怎樣做的 你就可以不停買這些 Refill回來 就可以有洗手泡泡了 其實我用過之後 我覺得也不錯 那本身我家其實是用開蕃茄的 有客人來 其實那些客人 就比較 不是很想觸碰蕃茄的東西 所以可能他們覺得 會很乾燥 還是不知道怎樣 而且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洗手泡對他們來說 會比較容易處理 這樣吧 那我呢 其實買來 主要是想試一下 因為其實我挺喜歡那個Concept 我就可以只買這些 Refill Port 我Fill了一支 其實可以用到大概一個多月 那六粒一包 我就大概可以用到三個多四個月 這樣 所以圍起來也挺經濟實惠 所以我也挺喜歡這些設計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看這些Concentrate Port 可以去看看Desert Essence 這個牌子 它又出了好像兩款味道 一個是檸檬Lemongrass 我這個是Lavenger 和Tea Tree的味道 大家就可以買回Refill 就不用再買膠樽 這樣吧 好了 最後一件就是吃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放假的時候 在家裡會不會喜歡 煮一下豐盛的早餐 我和契奇 平日的星期六日 都會特別煮得好一點 譬如煎一下Pancake 我發覺我經常買的Pancake 我也是沒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吃很多 然後也買回大大大小 這個是我本身在家裡用的 這是NOWFOOD 它是オーガニック的 Maple Syrup 是Grade A的 暗色的Maple Syrup 另外我已經買了 同一個牌子的大大大小 這個差不多有1L的分量 我自己吃的Maple Syrup 我不是加很多 大家契奇很喜歡加很多 所以它又吃得很快 那我就買回大大大小 它裡面也是超級深色的 Amber Color 即是虎鉑色的 顏色的Maple Syrup 它也是オーガニック的 這個是我們吃開的 一個很好吃的Maple Syrup 在這裡推介給大家 已經完整地吃完一瓶了 一瓶小的 買回大大小的 用來搭配西多 又或者搭配Pancake 都是很棒的 在這裡推介給大家 以上就是一月份的五件 最值得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喜歡看我拍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我留言留個心心 又或者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覺得有需要的朋友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 愉快安全的周末假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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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